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马上中秋连国庆的八天长假就要到了 由于这次假期是把中秋和国庆连到一起了 所以我们迎来了八天的长假 这可是最近十年以来中国人最长的一次假期了 此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 国外旅游那算是泡汤了 所以很多好朋友们会利用这八天长假 好一好搞一搞国内的旅游 当然也有朋友们在算这个细账 大家说你看以往中秋是休三天 国庆是休七天 那假期了两个长假应当休十天 为什么这次我们只休八天呢 是不是我们亏了两天呢 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的 因为中秋法定假日就一天 国庆法定假日就三天 以往的三天长假也好 七天长假也好 我们都清楚 是因为我们把相邻的周六周日都合并计算才出来的 所以这次中秋加国庆一共休八天 我们没有吃亏 当然为什么这个账要算得这么细呢 因为这牵扯到我们的加班工资 我们清楚啊 每到节假日的时候 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我们可以安享这个假期 但是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即便节假日也得在工作岗位上坚守 没办法 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转不能停啊 经济还要发展啊 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加班工资的问题了 中秋连国庆是放八天假 如果这八天你都上班 你应当按照什么标准来领工资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算一下 10月1日到10月4日 这四天算作法定节日 法定节日的加班工资标准要高于法定假日 按照现行标准 如果企业让你在这四天加班了 那么对不起 企业必须支付给你三倍工资 也就是说这四天上一天班 你能拿到三天的工资 这个是国家明文规定的 任何企业都不可以违反的 那么五号到八号这四天呢 这四天啊 实际上是相邻着周六周日串过来的 他算作假日不算节日 在这四天如果企业安排你加班了 那么企业可以安排你补修 比如说这两天你上班了 隔几天让你补修一下 就不需要再给你支付加班费了 但是如果企业不补修的话 对不起 企业就要给你支付两倍的加班工资 相当于啊 加一天班领两天的工资 这个加班费还是挺高的 没办法 谁让你占用了人家的节假日呢 所以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啊 假设有的人啊 一号到八号八天都加班 那么前四天总共可以领十二天的工资 后四天呢可以领八天的工资 加起来这八天就可以领二十天的工资 这可不算少了 要知道一个月的法定工作日期啊 只有不到二十二天 相当于你这一整个假期都加班的话 你基本上可以领到十月份整个月的工资了 这也是对我们国庆长假不休息而应当领到的补偿 当然也有很多人抱怨 他们所在的企业根本就不按国家法律来 十一期间安排你加班就支付正常工资 根本就不给你多工资 没关系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建议大家拿出法律武器来 现在各种各样的投诉机构 管理机构都非常健选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真的安排你十一加班 而不给你充足的加班费的话 直接到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就可以了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